姐 你这黄金百两 打算怎么用啊 想要吗 帮我做件事 伯爷 你的车怎么坏了 只可惜 我的马车已坐满 不能送你回府了 多谢郡主关心 在下会即刻请人修复的 这还能修好吗 这大太阳 别给晒晕了 这车能修得好吗 少了 这两个 肯定修不好 我说你这臭小子 拆人家车干什么呀 是解药拆的 谁让他都用美人计的 叫他算计我 郡主 不知可有雨伞 能否借在下一用 有 等等啊 我的伞 伯爷若是不嫌弃的话 拿我的用吧 美伞配美人 合适得很 若能用郡主的伞 若某定是京城第一人 你呀 你呀 公子 我也带了伞 要不换一下 不用 这把伞挺好 伯爷手中这把伞 倒是挺别致啊 得福乐郡主增伞 恰被师大人看到 真巧 不巧 此乃出宫的必经之路 遇不上才巧 也对 目标一致 自然会狭路相逢 伯爷收效了 在下先行一步 难得是大人真情流露 还是多亏了这把伞 伯爷 不如我们通 多谢石小姐美意 可男女授手不亲 更何况通成一车 石小姐 请先回吧 公子与这十家兄妹的纠葛 实在是一言难尽啊 好 谢谢大家